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买毒还猪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珠宝商人 有一天,这个商人得到了一颗名贵的叶明珠 为了能将这颗叶明珠卖个好价钱 商人特意到镇上请有名的木匠 用上等木料做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盒子 然后,又请手艺精湛的雕刻工匠 在盒子外面雕刻上精致的花纹 还在中间镶嵌了一颗亮闪闪的宝珠 四周又镶嵌了许多彩色的羽毛 同时,还用名贵的香料把盒子熏得香喷喷的 到了镇国后,他选了一条最热闹的街市 来展示他的珠宝 一些实货的镇国富商看了他的宝贝 不约而同地问,多少钱? 不还价,三千两黄金 哇,三千两,我可买不起 这怎么这么热闹? 大家回头一看 说话的是镇国的首富朱六 商人得知此人是镇国首富 便何妻地问 客官,您买我的夜明珠吗? 朱六听了心想 早听说夜明珠是个无价之宝 今日遇见,何不买价? 卖多少啊? 朱六装出一副神奇的样子问 不还价,三千两黄金 商人回答道 好,三千两就三千两 朱六说完便将钱拿给了商人 朱六见这成夜明珠的盒子 做工精细,图案艳丽 还散发出阵阵香味 不尽爱不释手 于是,他只留下了盒子 把夜明珠退还给了商人 在这则预言里 韩非讽刺了那些 办事主次颠倒不便轻重的人 而那个郑国人只注重外表 而忽略内容 舍本求末的不当取舍 也是不可取的 这则预言具有双重的讽刺作用